除了是原物料不停涨的压力 续产业养殖业因应全球环境气候变迁 也面临了诸多的挑战 国外业者更是以低价竞争力来抢食 国内续产品并大量进口 让相关的产业是哀鸿遍野 而为了推动并与时俱进 促进产业现代化 张怀文服务处特别是和花东畜牧产业养殖协会合作 邀请了台湾农业标准学会 为廖正元秘书长来进行产业的分析 花林县养殖协会对于家庭饲养环境的保护 以及透过现代的行销手法 将鸡蛋一多管道来做行销策略 先议员张怀文特别支持养殖协会 能够有更多元的饲养方式提升竞争力 我们的林府长刚刚已经说明了很多防疫工作 那更感谢的是我们廖博士 愿意来到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最多的指导 廖秘书长特别来我们花莲 那么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在地的业者 我们养鸡的业者遇到的情流感的问题 甚至环境养殖上面的困难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研习 能够来协助他们 我们廖秘书长廖博士 那也提供很多新的思维 在我们廖博士的引导之下 他们能够透过新的平台 让我们养鸡协会的所有有关相关的产业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平台 那让他们的销售能够达到更好的成绩 台湾农业标准协会廖正元秘书长 在研讨会议过程当中 分享了目前在国外饲养环境与发展 一般的议员都是对蓄产业是长麻烦的 都是抵制啦 说我们办法或是怎么样 今天有议员这样子来协助我们养鸡业者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令人感动 那今天的这个课我想 前面一小部分是讲情流感 那个情流感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 那我必须要讲在我们花莲这边 还有就我们现在饲养的这个养鸡场来说 好像人道饲养的那个情流感都不大会发生 这个是真的 家禽饲养以人道以及优化饲养环境的方式 提供给会员参考 借此研讨会议 提升家禽饲养产业的竞争力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导 请不吕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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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何 бо